我聽到政府的官員說 植物曲張是否一種職業病 即是說他站在那裡,站了很久 你的說法是說可能他在家裡都常常站的 所以可能不是職業病是否這個意思 是不是這樣 現在他不是 站那個是我說的,不過我等梁先生回答 不過他就說沒有一個所謂因果關係 不過我等梁先生回答 你回答不回答我 沒有一個單一的因果關係 所以你督促僱主幹甚麼? 你都不當他是一個職業病 即是說那個僱員假設他是因為站也好 長期屈腳也好 他如果到後來都找不到那個因果關係 那你督促僱主幹甚麼? 僱主為何不會再說你呢? 關你甚麼事呢? 沒有因果關係的 這個真的很荒謬的事 你又可以告訴別人你有個一般責任 那不就是一般到不一般 太一般的事就是沒有 是不是? 即是你一說到是一般的責任 即是說你那個 我覺得你真的有個問題 我一直聽你講 如果你講不到就是告訴那個僱主 他是有一個因果的關係 有一個善性的關係的話 那個僱主當然不會聽你講了 喂 我的員工我要用到他盡 那你叫我要給他 他有一個一般的責任是確保他在一個合適的環境之下工作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那為甚麼是不合適呢? 有分別的 梁議員 有 你說說說說說 有 因為剛才說那個是要確立一個必然的因果關係 因為那個我們說的是戒定為一個職業病 戒定了職業病之後呢 即是說總之你一確診你患了那種職業病的 那個賠償那方面就知道會來的 但剛才我講到去巡查那些 我們不是說要有職業病才可以向你發展告的 總之你沒有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 給員工去工作 我的勞工處已經可以工作了 而用剛才的個案來看 僱主也採取一個很合作的態度 是 但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你 如果僱主不合作那怎麼辦呢? 你是否會用你的條例說他沒有提供到一般合適的環境可以告他? 在法律之下我們可以提出檢控 那你有沒有檢控過呢? 剛才我們提過的個案 以及以致很多個個案就是 經我們很多情況之下 經我們作出勸諭都已經工作了 如果不工作的話 我們會發出法定通告 收到之後他都會工作了 所以剛才沒有工作 我明白 我想請教你就是你告了多少個 就是你一般去做這些事情 一般性去告訴他 一般來說你這樣是不對的 即不是一個合適的工作環境 那你又再給他 那你告了多少個? 他們收到我們的法定通告 他們都做事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就無需要作出檢控 但譬如說在去年夏天 我們巡查地盤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是看看他有沒有提供 夏天的時候提供一些飲用水給工人 那那些由於我們的同事去到 看到沒有飲用水的那些 都不用等他去解釋了 我們已經立即發告票 這個已經是很多 我們發了七張的告票 我想我們會檢控的 也有做過 不過就是那個遲題就是 經我們勸喻 以及發出了改善通知書 他都不管的時候 我們才去到檢控 我想請教你就是說 我正在說植物曲張的東西 就是說你舉個例子 馬會那裡 就像類似那樣 你有沒有沒有水的那些 我也親自跟你們聊過 就是你的外判工 連水都不給人喝 那你去做 我當然很高興 你給了七張去 例如零售和飲食業 有沒有出過那些 財政通知書 發訂通告 很簡單 不如這樣說 你給了多少份通知書 可不可以告訴我 給了通知書之後 那些僱主是怎樣跟你合作 或者是那些僱主 你似乎就告訴我 僱主合作 所以我們沒有告過他 大致上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梁議員剛才我舉了 就是馬會的投注中心 也有巴士公司 我們也接到 他的員工的反應 就是說在放行李的時候 由於一些配備不好的時候 都要員工彎身去拉開 機艙工人也已經是 巴士公司 巴士是農運巴士 不過你說起那單 我都要投訴 最後他給了一條繩 我只能撿他 機艙工人浩熱 以及他不停地彎 因為他的勞動強度 但是不停地彎 那你當然沒有因果關係 不知道因果 你現在的問題 你說職業病 因為引起賠償 你說沒有因果關係 我覺得其實我聽起來 都非常容易 但是問題就是… 在那些可能會引起工作勞損的情況之下 我們勞工署有沒有採取行動 我剛才舉另一個例子 是…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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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在去年採取行動 那經我們勞工署的勞諭之後 他亦都按我們的意思 明白 就是加長的休息時間 提供… 提供一些冷凍的裝備給司機 知道 所以那次我們都沒有發出… 我明白你說什麼 不如這樣我再問一問吧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數目 就是你做了多少這些東西 那接著那個成效是怎樣 又發出了多少張告票 你有數據 這個時間關係 梁議員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他想問一些具體一些的行業 例如零售業、飲食業 這樣比較容易回答 只是說植物曲張 或者零售業 職業健康那方面 不要說安全那些 即是你地滑那些是另一件事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說職業病 你可不可以說到 你們在零售業 或者飲食業 你有沒有發過這些法定通知書 或者警告信 檢控那些有沒有這些數字 分行要看 或者有些違例而被你檢控 罰則如何 如果再犯有沒有 梁議員麻煩你 我們看於當中的 有些這樣的 發出一些 特朗誠宗之書 雖然我們都會檢控 不過我手上沒有數字 因為我們事後補充回委員 大哥 我這樣忍不住了 你是不是 原本是沒有紀錄 所以你沒有 還是你有紀錄 但是沒有帶來 他是有紀錄沒有帶來的很明顯 是不是這樣 那你下次給我們吧 大哥